在医院外头时常能够看到长照专车的踪影 有民众就因为专车的颜色跟计程车一样 直接当小黄搭 还跟司机爆发口角 甚至直接冲上车要求载他一程 两个人在车上当场吵了起来 医院外长照专车载送病患往返医院 但有民众看到车身是黄色的 直接当计程车搭上车后跟司机认知不同 双方爆发口角 我这是长照专车 我听不懂 我不能搭载一般民众 你长照专车也是你的事情 双方口气都很大 司机纳闷 明明车身大大的标注是长照专车 女子却大大大直接上车 想说算了 顺道再一程却遭遇如此对待 民众对于长照专车认知可能有些误解 按照台北市社会局规定 长照专车服务对象需要长照等级两级以上 限定使用居家到医院就医等 还细分两种类型 专车与特约车 特约车专门在尖峰时刻提供协助 帮忙载病患 平常也可以当成计程车跳表计费给民众搭乘 我们的车体是黄色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在路边难客 在没有任何的任务状况下 我们也是一台计程车 非预约或离缝时间 如果不是专车 可以做回其他用途 民众下次别人看到长照专车 跟小黄颜色一样 就二话不说冲上车 最好先问清楚 才能避免类似状况 再次上演 就有马上来陆伯聪 台北报导